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四 如果大家这两天看着我们的股市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们的成交量在下滑 但是股指又连续涨了两天 因为很多人讲,这个上涨晚上是不是要突破 我跟大家讲,结浅大概率是突破不了的 结后成交量如果不上来,也是很难突破的 但今天我要重点跟大家讲的这个事情 还不是股指上面,单纯的股指上面的事情 而是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发现有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是什么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央行 说他要在二级市场当中购买国债 而且呢,可能会这个未来啊 有可能会常规这样进行操作 就是央行下场买国债 这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那个布林肯跑过来 然后呢,随后就有消息放出来 就是美国有可能会把中国踢出 Swift的金融体系 就是结算系统不准用美元的那个Swift系统 这是一个消息 那么这两个消息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呢 我跟大家讲,这里面大有门道 而且不仅是大有门道 而且我跟大家讲 接下来有可能这一天会载入史册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只是大家没有往那方面想 对股市,对楼市都有影响 其实我能跟大家讲 实际上单前 美国很多的目的 它已经达到了 亚洲各个国家,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国家其实已经出现了金融危机 有很多人说 老鼠你这个胡说八道 怎么会有金融危机 我跟大家讲 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1997年,1998年 整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各个国家的汇率下跌是什么情况 我们看看最近 各个亚洲各国汇率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看啊 越南顿 越南这国家 很多人越南吹 对吧 把越南吹得很厉害 声呼气声 越南汇率下跌 幅度达到了30% 越南一个国家的 等于说你这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 打了气热 不仅是越南 大家再看一下印尼顿 也成为四年来最低水平 然后跌幅为最猛烈的亚洲货币之一 越南印尼顿也在跌 然后日元对美元 下跌串34年的最低水平 154日元相较几年之前 日元购买力 打了五折 再看菲律宾 菲律宾 他也是2022年以来首次跌破57比索也在跌 而且韩国的汇率控制的还比较严格 韩国在这个月的16号也跌破了1400万元 今年贬值大概7%左右超过了2008年 印度也创了新低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汇率跌到了83.53 也基本上在创新低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亚洲最主要的几个国家 汇率都在下跌 都在下跌 而且这个下跌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还得加息 他那个通货膨胀 如果说不解决的话 他可能一直要加息 如果真的这个通货膨胀失控了 他比如说他对中国的 把中国踢出Swift的系统了 对吧 然后中国的货物进不了美国 便宜的货物进不了美国 他通货膨胀是降不下来的 通货膨胀降不下来 结果就是他不断的加息 他那个地方无风险利率达到8% 其他国家亚洲各个国家 这个钱一定会去追逐那个无风险利率的 他会走的 而这些国家对外资的依赖度非常的高 你比如说印度 印度的股市 大家都认为印度股市涨得非常好 印度的股市60%是外资 所以印度孟买股价涨得好 如果外资一走在高位一做工 他的股价跌得也会非常惨 日本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整个亚洲各个国家都挺危险的 那么有很多人说 那你说他们都很危险 那中国呢 我跟大家讲你们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央行去买债 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把它淡做一种金融调节的手段 我个人以为这种事情也可以朝那方面去理解 但是如果说你看到央行买债这几个字 你再想一下美国发行货币是怎么做的 美国发行货币其实它的模式就是美联储在买美国的国债 对吧 那么美元发定的锚就是美国的国债 而以前的时候人民币发定的锚是什么 我们发行货币的锚是什么 实际上是锚定了美元 锚定了欧元 锚定了伊朗子货币 我们发行 比如说我们到外贸那边去对吧 赚了很多钱 晚上我们把外币交给银行 他把人民币给我 实际上就是在做货币发行 但是如果央行买国债长期这样做 是不是能够看出一点端倪 中国人民币的锚定物发生了变化 锚定物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锚定我们自己的国债了 我们不再锚定美元 不再锚定欧元了 也就是说欧元和美元的宽松或者收紧 对我们影响会越来越弱了 万一美国真的发了个神经病 对吧 直接把你踢出了Swift系统 他直接他跟中国的金融体系脱钩了 那么我们人民币的发行 也可以锚定我们自己中国的国债来进行发行 这样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我已经能够看出来 这个端倪有可能真的未来有一天 中国人民币的价格会跟美元脱钩的 通过这个地方你已经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端倪 一个端倪 一个信号 真的有可能会脱钩 其实前两年央场的一些人已经在说这件事情了 那么这个如果真的脱钩了 那么我个人以为人民币肯定会升值的 人民币大概率会升值 如果人民币升值 中国经济的总量肯定会超过美国的 如果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对美元来讲 它已经失去了人民币的这个锚定 美元的那个市场份额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 这对我们整个生活对股市对流都会有巨大的影响 如果你说人民币要升值 全世界资本会怎么走 毫无疑问的会到中国来套利的 钱会大量的流回来 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对吧 美国是国会批准 然后批准了多少债券 然后美联储来买这个债券 把这个基础货币投放出去 我们以前这个发行货币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依赖其他外面比较强悍的这种货币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也可以选美国这种方式 而且中国的货币调节 好像又增加了一个工具 对吧 那么在消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 那我多发点债 对吧 央行买 钱也可以流出来 老板西不愿意投资 对吧 那央行财制来帮你做 通过这个方式 我们至少能够看到 有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在位 接下来有可能发生了一些危机 再做准备了 那么我讲来讲去 讲这些东西 最后来我们还是要联系到资本市场来 那么这些东西对股税有什么影响呢 大环境外围是不支持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 形成巨大的牛市的 因为美国特别是亚洲 因为美国在那加息 他把钱往那乎乎的吸 怎么可能会形成大牛市呢 外围至少没有这个可能性 而作为内部来讲 中国目前为止 我们的市场应该来说 是可以保持一定的稳定的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金融稳定的 这样的系统啊 而且可以看得到 整个各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又出来一个消息 集中力量打造国家队推动 看到没有 头部的证券公司做优做强 就是不断的政策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打起 不断的在给市场注入新的政策 那么对市场来讲 政策的干预度是非常之高的 外围虽然不形成牛市 内部干涉程度高 股市大概率暴跌的这个可能性 短时间之内可能不太会产生 特别节前 这几天不太会产生 节后目前为止还不好说 陈销量现在在萎缩 那么对于我们大家的投资来讲 现在债券国债这一块 一些东西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这个我在核心文章当中 明天会重点跟大家讲这个事 因为这里面如果债比较值钱 对吧 比如说国债的利率是3% 那银行利率是2%几 那你说反正差不多 大部分的钱会不会流到国债那里面去 那么有可能会把国债推成牛市 所以仔细想想看这中间的道理 那么如果说增加了一些货币的供给 市场上走通货膨胀 是大概率是点 那么如果通货膨胀持续 中国在推动货币的一种贬值 美国现在已经在贬值 对吧 我知道是短期啊 长期看人民币一定是神值的 对吧 那么对于有色金属这一块 是不是这个地方 大家还是值得去观察的 比如说今天这个地方的这个铜 对吧 又在大涨 又在创新高 为什么 实际上本质上来讲 我认为避险资金 看通胀 甚至铜矿供给减少 市场需求量增加都是影响 但是大宗商品的上涨背后都有看通胀的因子 所以仔细的看 那么接下来的业绩可能产生大涨的地方 大宗商品大涨 原材料大涨 对很多的企业业绩是有巨大影响的 哪些方向可能业绩会增长 这个我在河西文化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研究 非常增长 就是业绩增长这些股票 这些公司 我再跟大家提示一点 国九交出来之后 我问过这个圈子里面很多高手 那水平远远比我们高到哪里去了 大家一直认为 市场短线的生态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 所谓短线的生态发生巨大的变化 告诉大家 也就意味着打板没那么简单了 去年连续十几个板 今年不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对打板的 对短线的这种交易的思路 也要改变 好 具体的一些情况 大家参考苏文斯河西文化 如果找不到的话 相互之间的评论局说一下 今天重点我们就见到这里 谢谢大家